肠病性真皮炎是一种提染色体隐性遗传代谢性疾病 影响肠臂黏膜对心的吸收 此疾病的特征是身体开口口周 和四肢尖端心肩周围的皮肤发炎 皮肤炎脱发脱发和腹泻 它也可能与其他原因及先天性原因缺心有关 肠病性真叶皮肤炎的症状包括发炎皮肤炎 脱发脱发以及身体开口口周和四肢尖端顶端周围皮肤的腹泻 它也可能与其他原因及先天性原因缺心有关 症状皮肤炎肠病的其他名称包括布兰特市症和丹博尔特克罗斯市症候群 肠病性真叶皮肤炎的主要原因是基因突变 影响肠道内壁黏膜对心的吸收 此疾病的特征是身体开口口周 和四肢尖端心肩周围的皮肤发炎 皮肤炎脱发脱发和腹泻 也可能与其他原因及先天性原因缺心有关 肠病性真皮炎可透过临床症状 实验室检查和基因检测相结合来诊断 一、临床症状 肠病性真叶皮肤炎的特征是身体开口周围 口周和四肢尖端顶端的皮肤发炎 皮肤炎脱发脱发和腹泻 肠病性真叶皮肤炎没有特定的治疗方法 治疗的重点是控制疾病的症状 如腹泻、皮肤炎和脱发 治疗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一、补心 补心是肠病性真皮炎最常见的治疗方法 心是一种必需矿物质 在细胞生长 免疫功能和伤口愈合中发挥重要作用